台南發生一起酒駕車禍 肇事駕駛行進中華北路二段 重撞了一部回轉的賓士車後失控 飛越中央分隔島 又撞上了一部停在民宅前面的車輛 肇事駕駛受傷一度卡在車內 而賓士車駕駛還好安然無恙 身側賓士車在路口放慢速度回轉 沒想到這部執行車車速飛快 來不及煞車把賓士車撞得180度回轉 造勢車輛完全失控停不住 飛越中央分隔島衝入對向車道 又撞上民宅前停放的車輛 車頭嚴重毀損 人還一度卡在車內 車禍發生在台南市中華北路二段 救護車趕到將受困駕駛救出 他頸椎受傷被送醫治療 也驗出酒側已經超標酒駕造勢 這部被撞的賓士車市價300萬元左右 保險桿脫落名車標誌也掉了 還好女駕駛安然無恙 不過他在路口違規左轉 因為這起車禍被揪了出來 依法開罰 記者 姚文華台南報導 要做勇敢的不公立 說了風飄的那裡 傻乎 請問你 字幕 李宗盛